天星小輪營辦的兩條杜輪行線 包括來往中環和尖沙咀 以及來往灣仔和尖沙咀路線 將會在3月底戒滿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 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上表示 政府和天星小輪的商討已經大致完成 他指出天星小輪為了新專營權 作出多項承諾 大多數都回應了社會的訴求 當中包括票價問題 就杜輪服務的收費 另外天星小輪會繼續盡力維持相宜的票價 並會繼續按現時的規模和機制 提供長者、小童和殘疾人士的票價優惠 天星小輪也同意在碼頭提供免費WiFi 加強員工培訓、設置乘客、資訊服務中心 以及開放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的服務資訊等等 另外天星小輪也有意味船隊安裝低排放環保推動系統 以減少廢氣排放 預計涉及5,600萬 有議員擔心天星小輪每年盈利只有400多萬 在改裝上或者會面對困難 陳凡就回應指 相信天星小輪的非票務收入可以補貼有關支出 至於有議員問到會不會趁續期的時候 考慮利用空置碼頭增設航線以改善陸路交通濟塞的問題 陳凡表示若然有實際需求當局會按既定程序為新航線作公開照表 Live TV記者陳英倫報導 多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